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样的一个稳定的 而且高收入的一个工作词调 动机是什么 想坐上一层龙吧 求职一个 董事长助理 您会多吗 我认为我还年轻 物业的一直在被大家误解 高端物业保安员 一米八零以上 我连去买个物业等保安的资格都没有 买了这个物业 他才是他的高端生活的刚刚开始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一位走上舞台的求职者 他的面试关键词 二零 三零 重返二十岁 这个人的年纪多大呀 他这个重返二十岁 这个都是大家的梦想 我感觉我一直在二十岁 我不想重返二十岁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要差得美 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美好 为什么要重返二十岁呢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就特别好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年轻 但是就像库尔特所说 真的每个人的二十岁都值得重返吗 来吧 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沛瑶 三十四岁 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 大型活动与会长管理专业 专科学历 大家好 我叫王沛瑶 今年三十四岁 这次呢主要是想找一个行政 或者执行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欢迎沛瑶 你才三十四岁 怎么这么想重返二十啊 重返二十不是想年轻 是我现在回归到我二十岁时候做的行业了 我是因为当时二十几岁的时候做的是旅游业嘛 现在我在做的是会议服务的工作 差不多就还是我原来的行业 甚至还是我之前的公司 只不过我现在是兼职不在他们的 第一个二零三零什么意思 二零三零说的是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工作经历 我最早呢是做土木建筑工科监理的 当时我是在项目上做一个项目的书记员 但是因为专业不对口嘛 所以发展就不是特别好 在工地的时候确实也苦 我们那时候一个项目部上只有两个女孩 一个星期只来一次水 一次就两个小时 在演场里边 每天早上起来接水煮个粥都是咸的 当然那时候收入还是不错的 确实也辛苦 后来就因为有个机会嘛 是在一个旅行社上班 旅行社的总经理呢 是我上学时候的校长 有这么个机会我就去了 从09年一直干到了16年年底 干了17年 对 在旅行社干什么呀 出境基调啊 国内基调啊 包括后来的门市管理 然后我最后是做了一段时间的同业销售 当时做了同业销售部经理 再后来呢就赶上单位内部的人员一些调整啊 架构有变化 我就进了行政管理部门了 管理一些公司供应商合同啊 或者是旅游合同这些东西 组织培训这些事了 再后来因为不能接触前端业务了 慢慢因为个人发展的考虑吧 我就离职了 那你在旅行社干的还比较全面是吧 对 后来你去干什么了 后来离职了之后有一小段时间的彷徨嘛 然后因为自己是做导游出身的 也有好多客人啊 这些在我的朋友圈啊 微信这些 就在微信里面卖一点进口的商品吧 没想到收益还是挺好的 比我上班时候要强得多 然后做了几年之后也积累了一点 就想着说自己要不然开个店嘛 开什么店 我就开了一个酒馆在19年 怎么样 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吧 我就做到了大众姐评 娱乐业在京南区的第一名了 你怎么做到了 首先就是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干服务业嘛 从实习开始 服务意识我肯定是要还是不错的 服务啊 对 而且我实习的时候学过调酒嘛 自己亲自调酒 这个调酒师也是我自己 虽然说排名吧 这个也是一方面 不过我那个创业 其实就是个微型小老板 干了几年啊 干到21年 干到21年之后 我就想着说是扩店呢 还是重新装修呀 考虑之下就决定开一家烧烤店 因为我那个酒馆吧 它虽然收益还可以 但是营业额毕竟不是很高 只靠晚上 对 因为两个店离得有点远 我觉得不能 很难兼顾 我就干了一个烧烤店把酒馆关了 但是烧烤店就是有一点盲目了 我投资有点多了 扣了多少钱 大概一百多平米装修 就差不多四五十万吧 然后呢 然后回本就很困难 就是夏天赚钱 但是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行 二三年的时候嘛 我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我离婚了 然后身体又不好 做了个手术 插了个管 在家歇了几个月 店我也盯不了了 只能是闭店 对 当时我就选择闭店了 后来你又回到了职场 对 我是觉得自己在职场的时候 其实是比创业的时候 更游人有余一点 重新想找工作的时候嘛 海投了一波 想面试 找找机会 看看自己能做什么 您一共投递了多少简历 这个具体的数目 几十份是有 但当时呢 就是门槛 包括我没有孩子 那不挺好吗 不是 大伙会顾虑 你是不是一来了 你马上就要结婚 马上就要生个孩子 就要写产假 这些都是挺现实的问题 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得不到 还有的时候 已经去面试了 看起来也挺好的 然后老板临走的时候 会语重心长地说 我看你有过这个创业经历呀 为什么不自己干点什么呀 你在工作 你还有没有这个耐性 沉得下心来吗 然后去4S店 对 当时我可能也是 调节不太过来呀 从入职到正式上岗 我那一个月只卖了一辆车 可能是自己年纪大吧 就急 别的同事都比我年轻啊 大伙都能卖个 完成任务五六辆 销灌十几辆 我就觉得为什么落差这么大 而且我离职之后 我发现之前 我带的一些客户 陆陆续续 也跟别的同事 后续也是成交了的 我就觉得有点 豪华嘛 其实我们这个面试 非常无效 我对你的这个整个的经历的话 就是09年的9月 到16年的12月 你看你后面选择的工作 又都是偏前端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 在你的这家公司里面 会让你从前端转到后端呢 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大概我从旅行社的前端到后端 是因为 之前在我做业务的时候 和上游的供应商啊 包括同业客户啊 都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沟通起来没有障碍 当时我负责的工作呢 就是管理这些供应商的协议 还有同行业的 在我们这用的旅游合同 这些东西 沟通上比较方便 如果是给一个 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人 这些同行的同事 来管理这些合同呢 他沟通起来 肯定是没有我快的 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是损害了 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吗 那你的提长也会少了呀 对 所以我离职了 而且大家出来工作 反正据我来说啊 工作如果不能得到一个 我理想的报酬的话 我觉得起早贪费 怎么干什么都是一天 我是觉得 我是对这种状态 我不满意的 其实的话 沛饶你知道吗 就是你特别 想说的是你想赚钱 但是在你的简历里面 你就3K到5K 4K到6K 7K以上 而且还是兼职的 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因为想赚钱这个事 你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呢 就我没有看到 你能理解吗 离职之后 我不是就开始 自己创业吗 这个收入肯定是 比我工作的时候要强 至于现在 我想重新工作 是因为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在创业上 并不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 我觉得还是 在一个岗位上 我工作起来的那个 更有成就感 更能 我感觉你现在是比较乱了 没关系 我觉得讲很好 您继续讲完 就是我觉得 我还是在一个岗位上 比较能施展 你求的仍然是个 基础的管理岗 是的 对 我是想做个执行 或者是行政类的 对啊 它也不能满足你说 就是通过业务能力 多赚钱的这个 这个逻辑 比如说你要干销售 对啊 都能理解 对吧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你现在的话 其实你要找的工作 你要去想明白 确定是你要找的吗 很有可能 你找到的工作 不是你想要的 这样你还会再去跳槽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 你任何能力上的展示 这个是我为你担心的 呃 佩瑶 你今天面试 有什么技能展示吗 才艺技能 才艺我都不太有 啊 没有啊 技能展示也没有啊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佩瑶的职场情商课 同组同事很强势 一样是普通员工 但他总是对你 摆出一副领导的姿态 你会怎么办 嗯 这个时候 嗯 对事不对人吧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我会跟他谈一下 怎么谈 比如我就是这个同事 嗯 哥你为什么总是 觉得你好像 总是 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前辈提出来 可以 我们沟通一下 没有啊 佑瑶 没有啊 咱们都有同事嘛 都朋友啊 怎么了 你对我有意见 没有 我就是觉得 您好像总是 觉得对我不太满意 是不是我 就是做了什么 影响您了 哎呀 嗨 也没有 我接人就这样 我跟谁都这样 在家跟我媳妇 跟我爹妈都这样 大伙都是同组同事 以后您要是 觉得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您告诉我 咱们多沟通 我跟你沟通不少吧 那为什么我总觉得 你好像看见我就不高兴呢 我哪想就不高兴 那是你觉得呀 我没这么觉得啊 我没有 我没觉得我有问题 佩瑶 你这个很有问题哦 就是你其实是不满意 她对你的这种状态 所以你要跟她聊一下 但是你聊的姿态就是 她是你的领导 是吧 她被我带到坑里去了 贫瘠的话 如果说两个人 你不管用嬉笑 怒骂的方式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你肯定不是说 你看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那就是下属和领导的沟通方式 你看看你今天想找的什么岗位 行政或执行类 刚才这道情商课的题 其实就是你作为行政 或者执行类的岗位 当你遇到了外部压力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和心态去回应 贝瑶说实话 今天从整场的面试到现在 我觉得你自己的话 根本就没有想好 而且你的职场中的经验 比我想象中要少很多 小王 你为什么选择行政 作为你的岗位呢 因为我在刘业的行政 稍微有一点工作经验吧 那你觉得 你做行政的优势在哪 我觉得我的执行力 还是挺强的 你不觉得 你跟你这些有矛盾吗 你刚刚说 你前面换岗位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换销售岗 是因为你想挣得更多 那你看行政岗位 薪酬才6K 对吧 它肯定没有些销售岗 业务岗状的多呀 那你为什么还选择行政呢 你不觉得矛盾吗 因为我现在的心态 已经跟当时也不太一样了 说实话 所以你现在不觉得 挣得多是标准了 能捉的还是多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 更难的是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你是因为不好找工作 所以降临自己需求 来我们这儿 就要从业务岗 转到做行政岗 没有降低需求 没有降低需求 我现在觉得行政岗 我也真的可以 你是要稳定还是要赚钱 你换句话 你这么跟我说 说实话我都想要 坏了 就害怕 你可能什么都不那么行 但你又都什么都想要 所以这就是 我说的你的迷茫 你能不能帮我描绘一下 最理想化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没关系 不用考虑任何的外部的因素 就告诉我 你心目中最理想化的 我心目中最理想化的工作 就是每天有一个工作任务 我去完成它 那你这个很像是一个助理港 不像行政港 你知道行政港的工作 只能是啥吗 一方我觉得你太客气了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在找工作 你就是找个活干 就是妹子 就是你现在已经34岁了 如果你24岁 你今天这样的想法 我一点都不吃惊 但是咱们现在34岁了 如果你的话 就是想完成一个工作 那你这份工作 我今天算你找到 你拿到6000块钱的薪水 但是你这家公司 除非不跳潮 你跳潮之后 你下一家公司 你还是要失业的 真的我要反驳你一下 我觉得你的观点特别不正确 为什么34岁以上的女性 是不好找工作呢 实际上来讲 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 34岁以上的女性 工作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我希望咱们 大家伙看一看 首先小王 她第一 她是什么呢 她一直做跟服务类息息相关的 包括她就学的这些 行大型活动 与这个管理的这个专业 其实她的主动服务性 是非常强的 就像她刚才的职场情商题一样 她其实是什么 她不愿意 很凌厉的这个棱角 去跟别人去沟通 她更多的是什么 我愿意跟你尝试着 放下姿态去谈一谈 而且我觉得 她要的岗位 没有特别高 每个人都需求一份工作 每个人都想尝试工作 与总 那库尔特刚才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库尔特讲的是 这个女生三十四岁了 不是说她这个年龄不好长工作 而她在这么多年的职场生涯中 没有总结 她在旅游这个岗上 做了产品 做了销售 做了人事 做了行政 还自己开了店 一六八圈做回来 现在说我会回归二十岁 二十岁要的岗 还是当年 我二十岁 当时我能干的那个事 没错 我说我想干行政 我想干活动执行 是因为这是好上手 但并不是因为 你之前有了这个经验 如果有的话 三十四是一个特别好的年龄 也吃了亏了 也有了经验了 但前面的事没总结 现在的这事 你的要求 这个出发点非常的模糊 我没法给港 我们在职场中 都在说一句话 三十五岁危机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三十五岁的危机 不是三十五岁才到来的 是因为你从你二十三岁 二十四岁到三十五岁之间 你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增长 你的经验 有什么样的增长 现在的话 如果你就是在做一件事 你三十五岁必要危机 因为你三十五岁做的事 跟二十五岁能做的是一样的 我在时间经历金钱上面 我完全可以找年轻的人 谁规定人要做 工作当中 一定要做一个事 一个职位要做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想说的是 像刚才雨昕说的 她为什么想回到二十岁 她就想从她最熟悉的地方 开始重新来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黑警 我完全认同你的观点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我在市场上 有大把选择的情况之下 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个 更加年轻 更加有潜力的人呢 就是你现在想 去干二十岁的时候 干的旅游行业 你这些过往的沉淀 可以去干 对你来说 既能满足你收入的需求 也能够实现 你人生价值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跟我们说 我想去旅游行业 重新带团 我都觉得比你去干行政和执行 要靠谱一些 对 因为你对人敏感了 它有服务意识 你比如说 你做了几年 小酒馆的老板 你接触客人 有那个来了以后不点单的 有那个来了以后 点完单他就不走的 你对人敏感了 你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了 你可以把过往的机店 用在旅游行业的某一个具体 针对人的岗位上 是不是 希哥 大卫老师 你比选手更懂选手 我是懂王 对吧 你在旅游行业做了七年 你来告诉我 现在旅游行业 你对定制旅游 有多少了解 我觉得定制旅游 是现在旅游行业 是在必行的改革了 要根据大家不一样的需求 差异化做产品了 我想听你的能力 比方说 首先就是 大伙对于旅游的这个 吃住行 大概想用一个什么标准 比方说住在什么样的酒店 你过去的能力 有哪些东西 可以移植到定制旅游 这个行业里的 我不要听概念 因为你刚才说的都是概念 过去我做的比较多的 其实是散客拼团 独立成团 其实相对少 但是现在的行业 我觉得独立成团更多 就是要 我不要听概念 你能干什么 姑娘 刚才说那些东西 就是只要在旅游行业里 待过的人都知道 我到现在 我没有找到你的能力所在 我一个不是干旅游的配遥 我都知道 你刚才说我能干的这些 你告诉我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 二十年前你也能 你也能说出这些话来 你也能干啊 就是你虽然说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和职场经历 但这些经历在你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总结 我开场我就问他 我说你做的怎么样 他说我做到天津市金南区娱乐榜的第一名 他开一个小酒馆 之前没有任何餐饮行业的经验 他能干到第一名 绝对他有本事 没错 可是这妹妹就跟我说 我可能服务弄得比较好吧 我会调酒 我们怎么去发现你的优点 他会干 但他不会说 对 他是凭本能做事 但是却不能归纳经验 不能复盘 就是你表达不溺乎 但是你在面试的态度上 你过于溺乎 你知道吗 明白 你就 哎呀 一看你吧 我用一句一段天津话来形容啊 一看他 嘀嘀咕咕 一是我吧 你还你呼呼 就是你要说你没能力吧 你人家还干得不错 但是吧 你要让他说什么吧 我就在这直怨气 企业家们说我是会做不会说的性格 我也认可 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一直在做的工作 都是那些很繁复 每次的工作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所以具体要说 有一个什么工作方法呢 我大部分时间都只是 遇上什么事 解决什么事 确实也是自己有一点 找工作的上面 还是有一点盲目吧 也有点迷茫 他要我帮你总结一下 你第一的话 你有多行业的经验 说明对于一个新鲜行业的话 你进入的 接受能力会比较强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在于哪 其实的话 你是对人特别有感觉 所以的话 你要找跟人相关的工作 但是你有两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第一个 是你不知道自己如何选择 第二个 是你什么都想要 而且你顶不住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就是 要么做一个赚钱 但是有压力的工作 要么你就踏踏实实地认了 姐妹就是想赚多少钱 首先我说别灰心 我比较欣赏你的是什么呢 第一呢 你之前坐过酒吧 你会调酒 这是我觉得眼前一亮的 第二个呢 你之前又坐过旅行社 你应该对于邮轮不陌生 不陌生的 其实呢 我想给你留的岗位呢 我不想把你矿死 因为你这两个技能 其实就是我们船上两个部门的岗位 一个呢 我们会有酒吧的服务生 会调酒 会卖酒 做营销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船上也会有导游 只是我们船上的专职导游 但是呢 需要你有一个能够走出去的勇气 我们要环球 真正的要环球走 但是能让你赚钱 你觉得这活你能干吗 你有什么能力 游轮产品我还是挺熟悉的 出去啊 出海啊 没问题可以 离家很远啊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家庭负担 就生一盏灯了啊 请黑锦考虑一下 最终确认选择 有请 祝贺你王沛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给你留的港叫做游轮乘务港 工作地点是在游轮上 月薪的话是六千加 后面还会有一些奖金跟提成 我想问一下您 大概这一趟行程的周期是多久 这个行业的船员法律规定 就是每一次上船 你至少要八加减二 如果就是说 在你的工作时长结束之后 我们的这个目的地 不太适合及时换港的情况下 可能要再多待一段时间 所以说叫八加减二 但是呢 每一次工作结束之后呢 会固定地给你 大约两个月左右的 在家休假期 好 明白 谢谢 好 王佩洋考虑一下 选择中期是华阳 或者谢谢 再见 好 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华阳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提升技巧 工作与热爱的平衡 朋友提携 其实这个关键词不好 从营销的角度来说 平淡无奇 赢不起别人的兴趣 反而感觉很稳重 很踏实的感觉 我觉得说明他人又要挺好的呀 有很多贵人帮助呢 有朋友提携 那说明他人缘还不错 他能不能够和我们也在面试当中 成为朋友呢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昭峰 四十九岁 中专学历 各位企业家 大家晚上好 我有点激动 第一次上舞台 我是来自杭州的王昭峰 也非常激动 非常开心 能认识各位企业家 和主持人 您好 峰哥 今天 自我介绍结束了吗 自我介绍结束了吗 结束了 好 来 你第一次又再准备 没事 来 站好 峰哥 这毛衣是特意为我们面试准备的吧 我看出来了 这个叠衣服的这个衣线还在 就是在这之前没穿过 特意在面试的时候准备 我是从小就喜欢唱歌 那我妈妈以前是唱歌的 我爸爸是医生 然后从小学到初中 上学的时候就要写 写那种歌词 在初二的时候到 县参加歌运比赛 拿过第二名 上微笑的时候 也就每年参加文艺活动 就是元旦晚会 或者一些企业 搞大型的活动去参加 你是卫校毕业的 对我 你学医的 毕业以后在医院上了一个多月班 公司机 然后呢就到杭州去 干啥 唱歌 去了省城闯生活以后 就靠唱歌找工作 对 但是你干酒店副经理 宾馆娱乐部经理 这两个跟唱歌都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关系 到杭州以后呢 去找工作 找了三天 然后最后呢 因为我呢 有毕业证书和那个文艺 那个获奖证书 然后老板呢就留下 让我帮他 打理店里的事情 就做副经理嘛 也就是干活的 帮老板干点杂活 或者有游客过来 团队吃饭 然后呢 我也上去唱首歌 然后很多客人 那继续能听到 我唱的歌 而且能吃到 杭州西湖的特色美食 等于在餐厅里 就什么都干呗 对 唱歌买菜打杂 做菜 对 连服务员都做过 这个收入还行吧 六百六 比老九三 九四年的时候 但那个年代应该还可以 老家 我们老家县城的工作 也只有三百孩子左右 已经高一半了嘛 哇 还是省城好 那我想问个问题 你喜欢唱歌 你到省城去想唱歌 但是你那个时候 更多干的是 和唱歌无关的工作 你怎么说服自己 这么坚持干下来 而不是说 我赚得多我也不干 我就想唱歌 我当时呢就是业余的嘛 后来那个 我们老板 他的战友 一个朋友 是浙江歌舞团的 给我推荐了一个老师 专业的 专业的老师 收费嘛 两百块钱 一个月三分之一的收入啊 不是不是 不是一个月 就是两百块钱的学费 就两百块钱以后 他就是我老师 啊 然后这样的 他就叫我换气啊 或者发声对之类的 学了多少时间 学了一年 你这个算是从这个野路子 走上了相对正规的这个 嗯对 唱歌这个道路啊 是的 是的 唱歌的时候 技巧和换气啊 或者各方面的 完全不一样 95年我就到宾馆去上班嘛 宾馆上班呢就是 宾馆 董事长特别欣赏我 就是我们公司有贵宾来了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 不是有那卡拉奥开包厢吗 然后进去献一首歌 说我是宾馆的一个 一个员工啊 然后唱一首歌 然后敬一杯酒 然后现场 那个气氛带起来 然后老板 或者老板的客人 非常开心 这样就达到一个 非常融洽的目的吧 白天就餐厅六百 晚上歌厅六百 这算是工作和热爱的平衡吗 对 就是上着班挣着钱 还能唱着歌 对 老师这样以后 就95 96 97 98 99 连续五年 参加萧山杭州 这两地的歌唱比赛啊 拿过二等奖三等奖 那我一个业余的 这是跟专业人去比的 来唱两嗓子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鸭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百发病病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谢谢 谢谢 潘超 点评一下呗 聊点专业的 嗯 从这个大哥的唱腔来听 他肯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从气息 然后节奏的稳定度和他的音准 都是明确地有过专业训练的 嗯 你会唱这歌吗 会 那你给我们唱唱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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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山间的小山村 小鸭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一百发病病 过去的时情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给过我多少吻 多少吻 刚才潘超其实开始唱一两句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好 就一下子进入那种 就是妈妈的那种情境中去了 然后听着听着突然 哎 我发现好像你在跟着唱 是吧 然后你跟着唱呢 然后哎 我一下又出戏了 因为突然出现同时两个人的声音 那然后我就想问你 就是在另外一个歌手唱歌的时候 你出于什么原因 要跟着他一起来唱呢 可能因为刚刚我听他起开头的那个词 词没有对老 然后就带的 我感受到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想如果是喜欢音乐 它可能有几种目的 第一种是我本身就热爱音乐这件事 它给我很多能量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音乐可能会带来舞台 可能会带来灯光 带来一些这个明星效应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您喜欢音乐的哪个部分 我是从小就喜欢音乐 热爱音乐 并不是说享受灯光或者什么 但是音乐会让人让人激情澎湃 热情豪漫 是这样的 老哥我问一下 你的才艺展示展示什么呀 说什么不好的音乐但男人 直接一点来 就是唱歌 唱歌是吧 你想唱什么 谢谢 歌唱的真的挺好的 如果说那个我们是同事啊 那个一起去卡拉OK 我一定拽着你 你唱的歌都是我在卡拉OK里面喜欢听的歌 对 你想真的他五十了 能够唱出这样的 我觉得他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挺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他同意性特别强 对 尤其是唱到兴奋的时候 耸肩 然后还飘 然后这个话同 拉麦 拉麦 不过他很专业 我觉得歌唱的真的很专业 我觉得风格呀 唱的比说的好 一到这个唱歌的时候 你看你那个没飞摄舞的样子 对吧 一下子就激情满满 但是的话在职场当中 好像咱画的精力没有那么多吧 你是喜欢出名呢唱歌呢 还是想来到职场里面做的事呢 出名倒没有是吧 没有因为像我已经四十九岁来 没有那种想法 刚才我问你 你说就等于是挣了一千二的时候 工作和热爱就平衡了对吧 对 比过往的收入又涨了一倍 对 然后这个局面持续了几年 持续了四五年吧 你离职是因为想创业 对 在于药开了小饭店 开了小饭店 对 开了大概 从省城出来了 那个宾馆的老总换了 我跟董事长 就是现在的老大 就提携我的这个人呢 一起去创业 你们俩就当年器重你的那个 我们俩开始 就提携我的这个董事长呢 他九八年开个饭店 我们俩一起 我也帮他 你去他那儿了 对 他当时直接二三十万开了个 就是把那个倒闭的饭店 给接过来了 然后借了钱 然后一起去做 做 结果做半年以后呢 就倒了 因为什么自己还是年轻 那时候二六对吗 对 这个店 亏了以后呢 01年 02年的时候 他又 国际酒店承包 董事长叫我 马上过来 帮他一下 我让他帮他了 大概三四个月嘛 也就是现在的 我的领导 你指的现在的领导 是你此刻还在职的 这个食品商行的董事长 对对对 你是这个商行的经理 对 你目前在职 对 他两次失败 都是我在帮他 然后03年他自己做大打蟹 开了一家店 董事长 就现在董事长 他认为 应该就是 拉我 就是提我上去嘛 他身边 毕竟还是 都是自己人多一点好 就开始做这个生意 对 然后就卖螃蟹 对 一直卖大打蟹 我看到报名表上写 你现在09年至今 到24年 你现在的年收入是15到30万 15以上 还有年终奖 嗯 这是朋友提醒吗 这个就是朋友提醒 对 哇 那你太厉害了 王大哥让我感觉 特别奇怪的一件事 是我一直在想想不明白 嗯 你看你所有的过往经历 工作经历都是做的 比如说酒店啊 娱乐部经理啊 这些岗位 如果您说了 哎 我可能转向了 我就想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一个专业的歌手 哎 我也能够理解 哎 或者说了 我可能要再去求职一个经理的职位 我也能够理解 您在这个年龄 选择了一个陌生的岗位 求职一个董事长助理 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跨度一点大啊 跨度一点大 嗯 您会做吗 您知道董事长助理是做什么的吗 知道是知道一部分 您讲一讲 我们想听你 就是董事长日常的业务接待 还有一些文件 邮件的收纳 还有一些董事长的一些 呃 那个 那个风哥啊 就是我看到你之前的这个收入啊 年收入还挺高的 你的03年可以拿到1万 然后现在呢 你差不多 呃 一年是15到30万这样的一个年收入 然后你的职位也挺高的 是在一个商行里做经理 然后而且是在职 那么我就特别奇怪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稳定的 而且高收入的一个工作 现在你要准备辞掉 你去你去找一个就是自己都不知道 是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动机是什么 想更上一层楼吧 可是你知道你这么高的收入 你进入一个新的行业 你是拿不到这么多钱的 你有想过吗 有想过 像刘欢唱的那首歌 《从头再来》 你为什么要从头再来呢 咱们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认为我还年轻 那你为什么会跟你不同你们公司 你们公司应该有这个董事长助理吗 你为什么不申请在公司内部换岗呢 没有事过 你不是来求职来干嘛的 实话实说大家效率高一些 效率高一点 其实就是来找工作 想换一个新的工作 好 咱们就我就信你这句话 从现在开始你不准唱一首歌 咱们就好好的求职 求董事长助理同意吗 我能喝点水吗 喝你的 喝一口 可能我自己选 提选错了 不适合董事长助理 这个职务我钱 然后呢唱歌呢是我的一个特长 然后呢展示了一下自己 也真的这样 如果是您想来找一个董事长助理的岗位 请问诚信重要吗 诚信重要 对 你在最后这家公司是从09年开始 就做这个生意 对09年 对09年董事长 就开始做这个生意 对 哥你就是来秀的 你这家公司的注册日期是 2023年的6月27号 而且您就是法人 请问您的董事长还有谁呢 你就是个个体工商户 对不对 是的 个体工商户 我相信各位企业家 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就自己还个小地儿吗 对不对 您就是法人 而且刚才的话 沟通的时候您还说 你公司有董事长助理 邵董 董老师啊 我记得在刚刚的对接和交流当中 你多次提到了董事长董事长 我也一直认为这个商行 可能是有董事长 然后他是董事长下面的经理 所以邵峰哥有误会吗 没有误会 如果没有误会的话 那对不起 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您的面是 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继续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去满足一个人的不诚信 您觉得呢 是的 对 风哥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真的想找工作吗 你真诚地回答我 没关系 咱们都聊到这儿了 参加这个节目呢 说是心里话 其实我 一呢是 想展示自己 挺好 对 挺好 那就是说这个回答就是 你不是那么的想找工作 对 那王兆峰 那咱们下边应该怎么办 还面试吗 不用面试 不面试 哎 其实赵峰哥 我刚才呢一直期待着剧情能有一个反转 我觉得大家不如中年可能重新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其实真是挺难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确实事实的话呢 我觉得确实很遗憾 很遗憾 你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才华只是一个加分项 我也希望你的这个小生意能够越做越好 毕竟你现在稳定的生活也让很多人羡慕 但真的 你浪费了一个挺宝贵的面试机会 再见 这位企业家听我提了一些建议和一些好的一些方式方法 对于我今后工作呢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非你莫属的特别企划 有话不说 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呢 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美在当下的创始人陈薇陈总 哈喽 那今天陈总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位他的老朋友 也是我们这个板块的新朋友 这个我们北京曼河物业的总经理 傅梅女士 欢迎副总 欢迎二位 哈喽 这一期有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主题 那就是你不知道的高端物业 一说到物业肯定和我们的家息息相关 对 但是要加上高端两个字的话 可能大家就在想 应该什么样 会是什么样 你见过高端的物业吗 我当然见过 因为我俩在一个小区啊 你就是他的用户是吗 对对对 我会所在曼河嘛 对 就是我用来到的人跟我的反馈吧 哇你们的地库为什么那么干净 车位为什么那么宽敞 然后为什么你们的保安那么帅 上门给你拆块地 然后帮你开车门 真的很周到的服务 哇 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副总的就是 如何定义高端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高端物业 因为以前大家买一个房子 就是遮风壁 它没有更多的要求 对 但是现在大家的职业已经进入了这个改善期 我们已经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 大家已经开始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对 所以你用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物业服务呢 是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物业必须提升 我是觉得真的就是物业的一直在被大家误解 你看大家经常在新闻或者是在媒体上听到物业的消息 多数都是发生纠纷了 业主不满意了 然后开始指责 甚至是那个控诉物业的时候 我们才听到声音 发生了矛盾 就是很少有人去真正的了解 物业究竟是干什么的 物业的存在解决了社会什么问题 那作为一个物业呢 我们实际上提供的服务是分几种 就是首先是基础服务 基础服务就是大家都平时能够看到的 能够接触到的 就是满岗啊 保洁啊 保安啊 绿坏啊 工程啊等等这些 这是表面的这些工作 那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物业 就比如我们说的高端物业 它会做很多就是关系到 业主精神世界的活动 你比如说像我们举行社区活动 每天我们都有固定的 像唱歌啊跳舞啊瑜伽啊 甚至呢会去关注它在 自我价值的实现方面 是不是也是物业能够带给它的 所谓的其实高端物业 我觉得更多的是多元化的服务 大家想想能够在这个小区买房子的 可能它的起步价就要七八千万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业主怎么能够 让他们相互共融到一起相互有交流 其实大家还是蛮喜欢这个圈子 就像我这么多年也会去上商学院是一样 业主除了在这里居住 他也希望能够跟小区的其他的邻居 能够建立一些联系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在这里面角色呀 各方面呀资源呀也可以互动起来 能够为他们的企业 可能通过社区如何去赋能 这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给到的 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花了钱买了这个物业 它才是他的高端生活的刚刚开始 就像他买了一张船票 他才刚刚上船 那他上船以后的这个生活 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这个生活内容 来填充的 那我们物业呢实际上就是 在他购置这个房产以后 来填充他的生活内容的 同时呢同样的服务内容 就是普通物业和高端物业 它也是有区别的 什么样的区别 咱就说保安服务吧 比如说我们的保安员 那我们在选取保安员的时候 都是有这个身高的要求 人家一米八零以上 我连去曼河物业当保安的资格都没有 然后就是说他要有退伍的经验呀 或者说他在星级酒店的工作经验 或者是在高端物业工作过的这个经验 然后才会被录取 而且呢录取以后还要经过很严格的岗位训练 他才能够认知这个保安 而且如果这个社区 他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社区 他还需要有一些多主语言的要求 哦 然后呢就是说他本身是个保安员 但是我们要求他也是个服务员 甚至要求他首先是个服务员 因为通过看到他这个门岗的这个形象 他已经大概能够了解 他是一个什么品质的小区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保安员 也是我们的整个小区的这个 颜值担当和形象 所以我们的形象要求也很多 今天这一期播完了 有很多会来应聘办和物业的保安 对 我估计会的 很多人说物业不能打扰我 就是你就把我家门以外的事做好就行了 甚至会认为物业主动关心你一下 他会觉得我受到了打扰和冒犯 那我听完副总的介绍和你的这个举例以后 我发现我们曼盒物业 其实追寻的应该是一种 主动延伸弱边际的这样一种服务 我们的口号是无边际 无边际 对 就是我们怎么实现这个无边际呢 对啊 就很多人听起来觉得 你这不是吹牛吗 对啊 你能覆盖 谁能做到无边际 你就会那些东西 那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做的 就是我们通过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和专业人士合作 比如说就简单说吧 社区活动我们做物业的可能不是那么专业 我们就会跟比如说像陈伟这样的 专门做活动的专家或者公司合作 比如说在律师方面 会计方面 甚至就是说你的私人这个 还不管理 对 私人飞机啊 或者说你的豪车护理啊 等等这方面 我们全部都跟这个行业里边最专业的人合作 然后聘请他们作为我们这个方面的管家 那么业主无论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问题 我们都有专业人士来给他借一大货 甚至无论你在哪里发现了问题 我们都能帮你解决 比如说你出国旅行了 你现在在巴黎 你遇到了我住不到酒店啊 或者是我找不到好的餐厅啊 都没有问题 一旦你成为曼河的业主 然后你的生活就可以被无边际无忧无力的照顾 无论你身在何处 懂了 实际上今天副总的到来 包括陈薇的这个给我们现身说法 大家会意识到真正的高端物业 是让你的家延展到了门外 我们老说精神家园 曼河物业提供这样的一种精神服务 是让整个小区的业主们 都融洽地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中 您说的太对了 确实是这样 对 曼河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每年它都会 中秋节 组织所有 你会想象有几百个业主全部出来 就整个圆区里全部是排排烤全羊体 我觉得想象一下这个氛围特别好 特别的温馨 特别的好 有的时候 我觉得所谓的职场边界感背后 实际上我们呼唤的是一种类似于曼河物业这样的无边际服务 你看 时间无边际 我可能凌晨在加班的时候 我的豪车坏掉了 我就需要提供24小时这样的 对 空间无边际 虽然我是曼河的业主 是的 但可能我全世界各地飞 对 我飞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依然会首先想到给我提供服务的曼河 因为它值得信赖 高端且专业 对 再就是私属不边际 这个更多的就是刚才他讲到的 你看咱们节目当中有时候会说 这个不是我的活 我为什么要干 但是在他们的员工们心中 曼河物业秉持的理念就是 我们彼此之间的服务对象是一致的 对 我们的这个岗位归属是不同的 对 但我们服务是无边际的 没错 我看到了 我也就要及时处理 您总结得非常到位 谢谢 我具备了当保安的这个材质了 来吧 为了我能够有机会去 应聘一下 庆祝一下 来来来 那我非常荣幸 那么像曼河物业这样的高端物业 目前中国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应该在每一个一线城市里边 应该都有这么两三家 是专门做高端物业的 一线城市当中 每个城市只有两三家 对 曼河应该是在物业里 现在目前的全国的考古案 您是学什么的 我挺好奇的 我本身在国内的时候 是学的建筑结构 所以我是一个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去当物业的总经理 然后我出国以后呢 学的是会计 工程师 出国学会计 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 其实呢就是说做这个高端物业 它需要的这个知识面是很广的 一个真正合格的高端物业的物业经理呢 他本身呢就是要有一定的 比如说法律常识 法律方面的知识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然后包括会计 然后呢你看 你还是经常和建筑打交道 所以像建筑方面的知识 你也应该懂得 然后管理 所以做管理呢实际上不一定说你一定是哪个专业的 它需要的就是说你的综合素质 那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这个物业领域的呢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呢就是从事这个公寓出租和管理的 在国外就做了 在国外就做了 然后相当于是把这个引领到了中国 同步的物业这样的先进的经验 我几乎是经历了整个中国物业行业 从发展到崛起到现在 曾几何时好像一说 谁家孩子将来找工作去干物业 有一种百般滋味在心头 但却不好意思说什么的感觉 可能吃苦受累又受气 未必能赚多少钱 那我想问问傅总 现在进入到物业这个领域的年轻人多忙 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这么多年轻人选择家 对 是 我觉得呢大家有这个感觉呢 是对以前物业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服务行业实际上就是 能够很大限度的满足一个人的这个成就感 没错 因为你解决了别人的问题 你看到别人的幸福感因你而生 你的那种满足感是油然而生的 所以我觉得做好这个 比如说成为一个真正专业的物业服务人员 而且呢是能够做到顶级的话 它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事情 没错 大家都应该意识到 物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你无论什么东西没有了 只要大家还要住房子 物业服务就要继续 它可以持续 实际的活动性没那么大 你可以做一辈子 不会说就是这个行业 你比如说你做IT 你可能你的知识三年五年 你就已经要更新了 你不更新你就被淘汰了 但是做物业 你只是越做越有经验 你会越做越值钱 越老越值钱 我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影视作品当中 那些管家 高级的管家都是白发苍苍 是吧 非常成熟的长者 是 大家都看过那个唐顿庄园 对吧 唐顿庄园的那个老管家 然后他为什么走到哪里 都能给人展现出来唐顿庄园应有的那种气质 所以就说这个物业服务行业也是相同的 相当于就是你是一个可以做一辈子的事业 我想今天我们这期访谈播出以后 肯定有很多年轻人 对 想加入到曼河物业 所以 非常欢迎 你们对于人才选拔有哪些标准和要求 就刚才我们是介绍了这个 对这个保安员的要求 对吧 身高啊 已经很高了 他的那个背景啊 那比如说我们的管家 我们提供的是24小时的这个管家服务 就是管家服务 它就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一个桥梁 对 就是没有这个管家呢 你想到物业可能只是一个冰冷的电话号码 但是有了这个管家呢 他就会相当于他在物业有一个亲人 然后我们的管家呢 就需要他有这个物业管理的专业知识 最好是物业管理专业毕业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要有非常好的综合素质 就是知识面比较丰富啊 然后跟客人沟通的时候 能够有共同语言 然后呢能够理解客人的这个需求 然后能够调动身边的资源 来最快最好的解决问题 对其他各个岗位也都一样 都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但是呢 也不是说每个人他就一定具备这个 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慢合物业的这个训练营 或者叫慢合物业学院 我们是专门来培训 让大家来学习 就把你欠缺的东西补上来 其实可能说到像慢合物业 提供的这样高端的物业服务 大家可能未必有机会能够感受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全国各地向着高品质物业 去迈进的物业企业 越来越多 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 提升服务品质 得到业主的认可 然后赢得商业利益和口碑 双赢的这样一个结果 是物业企业一个发展的 一个正确方向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高品质物业 是中国物业企业 未来发展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对 而我们的慢合物业 在这方面起到了 非常好的引领作用 我们也希望今后 富美女士能够经常做客 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节目 能够带走更多的青年才俊 让她们加入到 慢合物业的大军当中 为我们的广大业主 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 对 我非常感谢的就是 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然后能给大家一个机会 去倾听一下真正的物业 从一个正面的角度 来了解物业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也可以邀请大家 有机会来慢合做客 你还是把这个落到实处吧 我们看你的实际行动 可以约定时间 职场有话好有说 以上就是本期 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看 希望您在生活当中 也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物业服务 下期再会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节目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篇 2010 at 126.com 如果近日之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篇 at 163.com 荣美好 更未来天津问世 灰色童年 二十不获 二十就不获了 颜值大于颜值 会说话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现在有没有到不获的这个境界 状态已经不获了 雅正你不获了 对 状态已经不获了 黑姐呢 我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还继续获我 对 张亚福呢 我觉得 我也是在二十岁这个年龄不获的 好 到底她在二十岁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人家提前二十年就不获了 来吧 让我们请出这位身上 谜团重重的求职者 闪亮登场 温雁辉 二十四岁 江西人 初中学历 三位老师好 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燕辉 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谈过的恋爱都很温暖 所以我姓温 主持过的场子 以分为火爆为主 它的热度可以直逼火焰山 跟我合作过的公司 还有企业都走向了辉煌 所以我的名字叫做温燕辉 我来自江西干州 希望能够通过非你莫属今天这个舞台 找到相互认可 相互成就有关于主持人 讲师的职业工作 也希望今天的交流跟学习 能够让自己有所成长 谢谢大家 可以 欢迎你 大卫老师好 好 你这恢复了童年 哇 我听着我就感觉 都不忍问你了 对 挺灰色的 因为我是从小生活在农村 然后呢 小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缺少爸爸妈妈的陪伴 因为都在外面打工 是姑姑在带 奶奶在带 特别的缺爱啊 可能有点 借人篱下的感觉吧 但是姑姑跟奶奶都对我挺好的 因为毕竟就不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有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想吃个什么菜啦 或者是想买个冰棍啦 就有点怕 不太好意思讲 但是和你今天到目前为止面试的表现 我觉得反差还是挺大的 那个时候可能会显得有些内向 对 内向自卑 老那时候是 特别老实八交的一个孩子 都不太敢跟人家讲话的那一种 现在出了社会以后呢 反倒是更理解 爸爸妈妈的这一份付出了 他们心里可能比我更难受 他承受的更多 挺好的啊 你初中学历是受这个原因吗 有一部分 因为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后面回来之后呢 就跟他们反倒就是说 有点这种距离感 不是那么的亲 刚好那个时候呢 又是十几岁 叛逆期老师跟他们 就是说意见上的一些分歧 导致自己呢 想要去外面看看的这种想法 之后呢就自己就出社会了 很早就出社会了 所以你二十就不惑了 你理解不惑这个词吗 不惑就是不迷茫 就是说你自己内心有一件很坚定的事情 你要去维持去奋斗一生 啊去就是说花自己呢 所有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好 不管他带给你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这样子是不惑的 嗯 那你从出来以后到你二十岁 这些年当中 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大一点的时候 跟我叔叔身边做个小学徒 去做生意了 涉及到销售 一些人情事故呀 然后你见的一些人 形形色色的也多了 那个那段时间的经历 对我的成长是蛮大的 是我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 等到我十八岁的那一年 我就自己回家开了个店 十八岁就开店了 而且是自己存的钱哦 存的有五六万吧 不简单 嗯 包括现在也还在经营 还在做 现在这个店呢 我是交给我爸爸在做 嗯 虽然说你父母 从小对你陪伴比较少 但是我觉得你这孩子 出来早 懂事早 是 利事也早 你在出来工作的这些年 除了开店 还有别的工作吗 之后呢 其实又陷入了一个 特别迷茫的一个阶段 又迷茫了 太迷茫了 不获了吗 那时候还 那时候还没到不获呢 哦 还获着呢 还获着呢 然后呢 有句话点醒了 我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忘了 然后我把这句话 来分享给大家 就找到自己的天赋 然后将其发挥到极致 通过这句话之后呢 我就一直在想啊 那你自己的天赋在哪里 然后呢 我就会想 身边的朋友 对我的一些评价 同事眼中的你 幽默懂事 哦 心好人稳 嗯 哦 然后就顺着这个方向啊 上网查了一下 哎 三个字 主持人 印露眼帘 所以我们就成为同行了 你说颜值大于颜值 我不认同 我觉得你 不知道你语言的颜 颜值是什么样 但我觉得今天 你容貌的这个颜值 还是蛮高的 跟高姓老师不相上下 知道吗 这个高度很难 我会这么去夸奖一个求职者啊 先谢谢老师 你为什么认为自己 颜值大于容貌颜值 因为像现在我们的一个 社会啊 时代啊 任何的场合都要去表达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会说啊 你长得好更重要 高姓老师 你认同吗 语言是建立在形象的技术上 你的形象和你的语言 是有一个风格统一性就可以 就是你不能长得像小鲜肉 然后一张嘴 一口老成 然后呢 全部都是大道理 那不行 然后呢你也不能说 我长得可大书范儿了 但是我一开口 小鲜肉因 我觉得这也受不了 所以风格思想和形象统一就OK 我觉得啊 这个颜值的对比 其实是大家对颜值的误解 不是要求一个主持人一定要长得多么的精致漂亮 而是要得体 不是说一定要整容变成哇 超大美女或者男生一定要一定要是身高一米八级 不需要 别提身高 别提身高 对我的意思就是个子不高也能可以像大卫老师一样 别提 别提身高 又有颜值 又有这个语言的颜值 我确实认同你的观点 就是一个人啊 他的外在可能我们如果后天不更改的话 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做调整 但是一个人的语言面貌 是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的训练来提高的 是 你有这样的认识 在现在这个年纪 我觉得你小伙子挺棒的 那在你过往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过用颜值为企业去创造更高的价值 更大的价值的例子 语言的颜 语言的颜 有的呀 商务主持会销 做过的最大一场会销是多少人 最大的一场会销500人吧 那我是跟他们达成了一个挺长期的一个合作 基本上他们有这个品鉴会都会去向我 那我过去了之后呢 我就去把他们这个品啊 品类啊 讲的就是修饰的更高大上一点 然后呢 这个修饰是结合产品本身的特色和特质吗 对的 也给他们现在形成了一个系统 包括现在他们后面去请的一些主持人 都是用的我的稿件 就是你给这个产品做了梳理 嗯 优势的梳理 对不对 是 现在的主持人还在用你的那套东西 对 好 那会后现场的成交金额怎么样 你了解吗 呃 现场的成交金额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那天是卖的挺好的 卖什么 他们是做的一个酒类 所以宴辉你在这个活动当中 承担的还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并不对业绩有保证 对吧 呃是 是去帮助他们 我看到了你自己做自由主持人 已经能赚到三万多块钱了 对不对 事实是不错的 然后你的求职岗位是主持人 或者是讲师 如果做主持人 第一你现在进入媒体主持人 像大卫老师进入一个台里 做这种台品主持人 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没有通道的 对你来说 对吧 很现实 那第二你就只能做商演主持人 这种商务活动 所以他不需要你来找工作啊 你直接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每一我认为你在这里 能够找到的工作 是能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讲师 我觉得陈薇啊 问了两个特别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主持人和讲师 你更觉得自己的能力能做哪一个 从这个变线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讲师 讲师啊 好 第二个 如果说他愿意 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去超过高兴老师 比如说你倒霉在当下 高兴老师就可以离职了 或者说高兴老师就可以 不用跟他再合作了 你愿意去做这样的尝试吗 我愿意 我觉得这点好 小伙子啊 干事业得有点充劲 和加引号的野心 你得有点目标感 你认为对于讲师这个岗位 你有哪些特长和能力 能够胜任他 首先来讲嘛 我觉得要去做好一个讲师啊 他要具备三个例 第一个例就是实例 呃 我呢主持过商演这些活动 将近快一千场了 然后呢我能够去 有这样的一个语言表达能力 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地去梳理 强化我们所要向我们的客户 去传达的内容跟思想 那第二个例呢就是潜力 当然了你们想要去找一个 像我这样水平的主持人 或者说是求职者 很好去找 但是客户要的 永远不是产品的本身 而是产品带给你的超值 因为年轻 所以未来可期 那第三个就是眼力了 眼力呢就是说 是预见未来的能力 这个要可遇不可求的 我要达到相互认可 相互成就的一种程度 对不对 你喜欢我的同时 我也喜欢您 然后像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去成长 好 既然你是来找主持岗位的 接下来我们就顺到这儿 请你来一段 即兴的技能展示好不好 讲到脱口秀 好 来 好 即兴脱口秀 我们掌声欢迎 其实啊做主持人之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 自己讲的话都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要去告诉大家 我今年25岁了 我会跟大家讲 兜兜转转 韶华一世 我已经走过了25个春秋 你要去跟自己的女朋友讲 现在秋天到了 我会跟她讲 现在的晚风 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 我想说的是 我们相依为命 已经走过了四季 然后我女朋友 还没有过完冬天 就跟我分了手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把颠沛流离 没房没车的生活 说得太浪漫了 就让大饼她吃不下 如果说我在现场去主持婚礼的时候呢 我会去跟大家讲 来 大家来点掌声 给二位新人来点祝福好不好 大家的掌声好热烈 就好像是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 现在我们迎来了秋风的温柔 但随着秋风 我们一起走进一段 关于青春的故事里 青春她一定少不了一条秋裤 那其实呢 每一个小朋友小的时候呢 都会妈妈催着你穿秋裤 代表着她这个关心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 你太小不太喜欢穿这个太舒服的东西 你不穿吧 不穿就一轮奏 那做完之后呢 别的小朋友的写作文是这样写的 秋天到了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我是这样写的 秋天到了 又到了收获一顿打的季节 那等到后面 差不多自己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人就比较叛逆了 诶 揍呢 又不太好揍了 甚至我妈说过这样的话 你这个秋裤你不穿 你就不是我儿子 我心里想 这个秋裤什么时候 成为我们亲子坚定的东西呢 是我的身份证吗 虽然每个人的青春 它都是不一样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故事 但是青春就应该要去百花齐放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秋天 在这个秋天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我在非你莫属的这个舞台 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去相识 大家记住 有个小伙子 他是一个主持人 他叫燕辉 他还不错 谢谢各位 我刚才听了你前面那一段 我不知道沙娜老师什么感受 我当时就在想说人话呀 说人话呀 对 而且就刚才您说 当了主持人之后 我发现我的表达能力有了 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啊 我和大卫老师站在台上 那么说话的话 早就没这碗饭吃了 所以话绕回来 我想跟你说的燕辉 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都说你的天赋是 你很会说呀 我认为 你现在应该很清晰地评估自己 你叫敢说的阶段 因为很多人 他是不敢说的阶段 定位很准 但是敢说到会说 会说是要有强大的思维 整个的逻辑能力 一个人才会变得会说化 敢说和会说是完全两个维度 就是刚才从未讲的话 用简单一句话说 就你得有自己的方法论 这里面的底层逻辑 才是你思考 让你人生进步的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我听你们讲话 听得好累啊 首先 你们只要看到的是 他第一个 拥有主持人素质的 目前他的素养 有没有做回销的潜质 就可以了 你们讲那么多大道理 第一个观众听得累 第二个他听得累 第三个我听得都累 不不不 你累不重要 对于这个孩子 他根本没有清晰定位 所以我们是帮助他梳理清楚 并且还要让他清晰的认知到 如果你单纯想要来做讲师 三万七万薪酬 宝贝你要知道 你现在单纯 从一个讲师的维度来评判你 三万的薪酬 没有任何一个结会给你 所以其实燕辉是有天赋的 但特别重要的一点 燕辉如果你想做讲师的话 其实啊 他比主持人还复杂 他分成了特别多的门类 因为三百六十行每一个行业都可以有讲师 而且他不是一朝一世 三天两天就能学会的 他是需要通过大量的积累和沉淀的 那你到底想当什么样的讲师 这个很关键 你到底能教什么 这也很关键 对我对讲师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高姓老师 虽然他在他的领域非常优秀 但是你不具备对他的可复制性 你们俩的基因不一样 你的基因是在做招商基因 陈维就是你现在认为他适合做招商 那你出一个 我们天津卫视非你莫属 每天中午都做直播 我们就当演练直播间 就卖大卫老师的情商课 那完了你卖不出去 随马呀 大卫老师作为一个知名的主持人 人家有一套课程情商表达力 你在直播间当中 把大卫老师情商课推荐给我们 让我们下单 咱们给点掌声吧 让人家展示咱们鼓励一下啊 欢迎大家来到非女莫属的直播间 我是今天的主播灰灰 那在今天呢 我们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首先走进我们直播间呢 你是不是为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会讲话不会表达 然后呢说话经常得罪人 包括等等在很重要的场合 你说不出来一个字脑海一片空白 有些问题困扰着你的朋友们 有还是没有 来有的话 屏幕上给主播来扣个一好不好 哇 这么多人啊 那今天呢 你们就来对直播间了 因为来到直播间呢 我们就是说 专门研发生产出来的这个情商课程 针对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然后呢 呃 我们现场的朋友今天是这样子的 大卫老师有了解过的都有了解过 没了解过的 我们自己上网查一查 她的一个履历 她自己本身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也是主播的一个偶像 主播都是她的小迷地啊 那然后呢 在我们今天呢 呃 总共就三十单 拍完就没有了 啊 总共就三十单 呃 现在给到大家 九十九米 一号链接 已经上了 要拍的字去拍 没有拍到的 拍大笔也没用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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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过程当中 她思路非常清晰 先讲什么 后讲什么 她是知道的 先挖痛点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把大家留住 然后紧接着讲价值点 诶 大卫是谁啊 那可是知名主持人 她的情商课一定好 那她讲的一些价值 然后紧接着 她还会一件事情 叫上时间锁 上数量锁 我们只有九十秒 只有三十单 这些东西 她讲的都非常专业 所以整个流程来讲 我 完全没有看到 她的准备时间 就临时来 这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我觉得 她在这件事情上 绝对是有天赋的 你一定要考虑 带过主播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我觉得非常好 说实话 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特别的 反驳成为的那一点 我觉得咱们台上的企业家 所谓的伙伴们 一定不要再犯 这样的误区了 你没有看到潜质 不代表人家没有潜质 所以不要过多的下概念 第二个 我们《非你莫属》的 简历上面 写的是叫 期望薪酬 因为她之前的经历 当中 做自由主持人 一个月三万薪酬 她没有概念 期望跟她以前没有错 所以 你不能因为在台上 短短时间 没有讲出来 人家值三万 立刻抨击 你不值三万 这个逻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认可的 我想说她真的是 在误人子弟 就这么讲 这个孩子她没有受过 专业的科班的训练一天 她不具备成为一个 专业的培养主持人的 成立系统课程的能力 她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不代表没有这样的能力 那只能证明你不专业 不懂 她有可能有一天 会成为高兴 但是如果她不是成为高兴 她要走高兴 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路 她没有要成为高兴 不要换个逻辑 她没有想成为一个高兴 好了 浩然 听我说啊 你做这个主持 或者说讲师的行业 你有没有目标当中 你要去对标和模仿的一个人 有的 谁 您在的话就讲您了 我想买你的青商客 就实实在在地说 在你那个圈子里 你想要达到谁的高度 康辉老师吧 会想着朝着他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知道就可能差距很大 也很难 但是呢 因为 怎么来讲呢 梦想 梦想嘛 你就是要去想 去想 然后去做 挺好 我觉得你把康辉老师作为呢 我想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不要觉得 好像你就是可能成为 这样的专业的主持人 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虽然说可能这个路途会比较长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坚定信心 你身上是有简直的 但是这个 这条路 你必须要通过扎扎实实地去学习 然后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多读书 其实我觉得温延辉啊 他还是很有天赋的 但是其实要想做一个好的主持人 或者是一个讲师 他内在的储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大家也看到 他的学历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他 能够去利用业余的时间 能够丰富一下自己的学历 然后呢在主持和培训的 这两个业务上呢 也都能够再做一些经济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好 我再次来跟你确认 主持人 讲师 如果这两个期望岗位 排一个顺序的话 哪个在前 主持人吧 第一 主持人 第二 讲师 对吧 对啊 好 第二个问题 期望薪酬三万 你能接受的无则底薪最低是多少 最起码一万五吧 好 各位企业家 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的综合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文彦辉 还剩三盏灯 进入到你面试的最后环节 谈钱 不伤感情 美在当下能够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助教的岗位 并且代销售 然后贝斯在北京五千家 可以跟我和高兴老师成为同事 OK 修图师美妆给你的岗位 是代货主播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广州 因为我永远觉得 你具备了说话的能力 你现在只是缺少 系统的专业培训 以及非常清楚的目标方向而已 今天我相信你的能力 然后我希望给你提供的岗位 我们的招商经理 这么一个职位 然后底薪的是五千家 再加一个我们团队的一个销售额的提成 好 温宴辉 三选二 如果你对这家企业不感兴趣 就把灯灭掉 请出发 好 三位 三位 美在是国内头部的女性教育公司 然后我们拥有两百万的2C的C端付费用户 然后现在给你的岗位是助教 就是助理岗的教师 学习 然后同时也跟销售代销售业绩的五千家的底薪 加上提成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助教每个月达到三万标准是很轻松的 贝斯在北京 上班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朝九晚五正常上班 然后同时就是你想学的专业在科班上的这个学习 因为美在的所有的讲师都是媒体人构成的 都能在这方面提升你的专业水准能力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招商能力当中 来培养你成为一个很好的招商老师 来 马浩然 好的 修图师美妆呢 是目前我们也是专注做女性赛道的 目前对你的岗位是代货主播 那你的直播时间是在四大六个小时左右 因为对于你的潜质来讲 我目前看到的是今天最后一轮的 你的代货主播的潜能跟潜质 如果在这个技术岗位上面有可能 我可能会让你做一些商务拓展 然后去对接各种的主播跟网红 所以这个是入职到公司之后才会 根据你的能力再进行一些匹配的工作 然后薪酬是6K家 这个家就是你卖出去的 每一个单品的销售额的分成 你都会享受到 也就卖的越多 你的家号的又无限大 我来了之后 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成长 只能说你进入公司之后 根据你的能力匹配 我给你的匹配的价值 能够得到合理的对等回报 这是我的公司的企业文化 好的 感谢二位企业家 在美在当下修图师美妆之间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计时开始 好 文雁辉 你最后的选择是 谢谢大家 很好 我猜到了 来 有请二位企业家回到座位上 小伙子我想跟你说 面试结束了我才敢这么说 我怕我耽误你面试啊 二十你才不惑呀 我告诉你人生一直都在追求不惑 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而是人生持久的追求 但不耽误你 是一个非播音主持科班院校出身的 优秀的商务主持人 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小伙子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电辉 祝你今后工作顺利 再见 谢谢 如果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听 at163.com